去對那些生意倒閉 他出的那些言辭 講的那些話 當然不是他自己想的 他有智囊的 如果那些智囊是做這一行的 一定是做經濟 一定是做零售業 可能其中一個智囊可能是20元張 其中一個特別智囊團的黃圓山 怎樣去批評他 就是如果特首出來講這些話 即是你就乾糧財盡了 怎樣乾糧財盡 大家看同一件事而已 如果他有倒閉關注組 有20、30萬人 最後他都要在短期裏面生了他 但是又有另一組 叫做新生意的關注組 那你就由他兩邊去一起運行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坐在外國這幾年 那經常都有三門 經常都有開張的 那你在香港一樣而已 一雞死一雞鳴而已 有很多原因的倒閉 那你要去找這些原因 不是坐在那裡不停地出糧 尤其是你是整個香港的領導 那你手下這麼多人 是嗎 拿40萬又去做那樣東西 拿60萬又去做那樣東西 那些做那些東西 原來就是 看看馬路有多少車經過 完全是不需要的東西 你就拿這麼多錢去研究 那不用了 那不如我應徵 你請了一個 我已經馬上告訴你 我現在來考試 聽完我這條講的頻道 這一次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我是到位 那不如你請我 我馬上回來 是嗎 不用40萬的 一個月你給一個大學教授 他做研究 那個糧我可以了 我馬上做 為什麼呢 你應該利用倒閉的那些店 第一樣東西 看倒閉的那些店是什麼店 原來是老三陽 經營了四五十年 你有沒有之前去過他那裡是什麼伙計 個個都是七老八十 就是四五十年都是那些伙計 那當然了 因為這個是家族生意 是不是 很有良心的照顧那些老伙計 但是你在外地 所有這些做類似這些零售業的那些 全部都是ヤンスター來的 招呼你那些 因為是企業化經營的嘛 那什麼叫做良心的企業呢 就是你要不停地去訓練你的員工 那些員工呢 為什麼會越來越年輕的呢 那如果呢 樣子不年輕呢 你的腦筋都要年輕 是不是 那就是說老三陽那些伙計呢 如果他一向都是一路訓練有數的 他的樣子是老的 但是他做生意的經營手法要是年輕才行的嘛 是不是 出來不停有培訓的嘛 如果你說家族生意 或者他是家庭式生意 那勉勉 不用擔心的 因為香港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層次 不是做家庭式生意的 是做事要企業化的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就有得那個倒閉關注小組去做 幫你做調查第一線 跟著你找一些研究團隊 就是你特首辦的那些智囊團 不是找那些AO好那些 有很多研究人員在你那裡 正在用的嘛 叫他幫他塑膠出來分類 有多少是做了40年 有多少做了30年 有多少做了20年 噢他現在結業了 那樣的原因是什麼啊 不關這個大環境的事 你做生意一向呢 這個是市場經濟來的嘛 你要與時並進是對的 不過不是用你的口吻說出來 是不是 你是要分析了之後 原來這些生意倒閉者 是因為他追不到那個潮流 那你說為什麼追不到潮流 就是雲來酒樓 是不是 大家聽到的 是不是 第一酒樓 這些當然是追不到潮流 那你又不見了 追到潮流的倒閉 是不是 你又不見那些 就是在那些新型的商場裡面 那些倒閉 是不是 那因為為什麼 人家不停的改善的嘛 那將這些列出來 我們說 哇很多博士生的嘛 那這些博士訓練是什麼 就是將這些東西 categorize 了它 然後有多少% 是經營了50年老字號 都頂不住了 三十年四十年二十年 那些倒閉的人 單獨的鋪位是多少人的 是不是 全部都是家庭式 那因為為什麼我們 是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國際商貿中心 我們做的生意 是要企業式的嘛 那才能吸引到一些 遊客 然後有一個良性的帶動 你要將這些東西 交給特首說 那特首說出來 就撐槍有力了 是不是 哦我們呢 不知道多好啊 原來呢 有這些呢 做人家穩夠了 那不做 人家穩夠了 不需要再辛苦去競爭了 哦人家穩夠了 因為那些 留給新一代去做 那新一代做些是品牌生意 做些是一個進步和時代 新潮流的生意 你又不見隔壁開 開賣珍珠奶茶那些倒閉 因為那些是小孩子一起去玩的 那些嘛 那如果做不行 兩年他都倒閉了 是不是 好了 至於你說租金 施永青說過租金 不是租金問題 都減了很多租金 因為是市場參與者 如果再不行 如果新興的行業 下不了腳 因為租金問題 它自動的業子會減的 因為這裡是市場經濟 那就是說如果 如果老三養 走了 遲遲沒有人租 那我不知道他是否做業主 或者他說 我不經營了 或者賺起來都不夠交租 那就讓那個業主 當他自己是業主 那他賺起來都不夠交租 但是他在倒閉之前 給了那些錢賺費 那些老伙計 每個人都很開心 是不是 所以不用為他這些倒閉 而擔心的 那新的如果 你租金仍然貴 就沒有人租了 是不是 那這個叫做靈活變通 那這個靈活變通 你不是用一句說話說出來的 就是說那些人 沒辦法了 你追不到潮流 不是這樣說的做特首 你是要下面你的團隊 懂得做我們剛才說的分析 去支持你這個論調 是不是 好了 然後你又在右手 另外一邊 新開店那些 是不是 你叫你的研究團隊 新開店那些 大約是什麼人做老闆的 原來全部都是三四十歲創業的 那就好 是不是 那些年輕人肯創業 接著就是租金 比以前的租金便宜了多少 那你拿那個相片出來 接著大約 每一區佔了幾多 每一個月有幾多新創業的 一拼 原來倒閉的都不夠創業的多 是不是 那你就開心了 是不是 如果你說倒閉的多過什麼 那只是一個緩衝期 那三個月至六個月 那些店舖都要找人去入住 那你不用正面去爭 你是用一些真實的數據去分析 那這個才叫做做事的政府 對不對 好了 到你兩邊都不認識的話 你就學一下現成那些 繼續做得到成功的那些 你看看那些銀行 因為加息週期 將那些利息 美國加了五里二五 那就正常化了那個利率了 那我們的銀行 在香港是畸形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七百多萬的城市 但是它是做一個國際金融工心 那在這樣的錢全部一起湧進來的時候 哦 那個時候它已經很醒目了 由金股大頭叫那些發行的票 它索了這些熱錢 然後那些票它就放在商業銀行那裡 那過萬億的 那別人這些就是靈活經營 是不是 過萬億的 現在呢 哦 那些銀行同業 那個Aggregate Balance 就是那個流動資金 為什麼由四千多億跌下去呢 四百多億呢 都那個聯繫匯率都是7.82 7.83呢 就是因為這一萬億的 送了出去的錢 慢慢現在放出來嘛 那有這個靈活變通呢 一早十幾年前 你QE1 QE2 Cover的時候 已經有這樣的症狀的時候 已經吸收了錢 那現在就可以用了 現在可以用 那另外 當你加了五厘二五色的時候 我在聯繫匯率底下 我都可以延遲加息 不但重要 只是加一厘二五色而已 那令到我們的流域按揭呢 加息的幅度呢 只是加一厘半色 至兩厘色而已 是不是 好了 那你突然之間 看下去呢 說延長那個 加息說 higher and longer 啊 那它呢 就馬上認識了 我要馬上應變 因為它是企業來的 那些銀行 那它鐵打的銀本 但是那些流水的領導嘛 不停地有很多一些新的人加入 去想的新東西 那就變通了 哦 新造流域按揭 我們呢 不再這麼便宜了 我們收回那些 cash repay 我們呢 還要比對 如果你將那些 cash repay 化為利率呢 就是等於加回一厘半到兩厘息 那別人不是說 啊 未來這一潮 higher and longer 呢 我們的企業式的銀行呢 繼續可以堅持到 那個利息差 令到它呢 做流域按揭 不用蝕本 不但還有錢賺 那你就變成呢 它可以繼續持續經營了 這樣就不會倒閉了 是不是 那你將這些東西 在你目下 你的團隊 那個黃元山在做什麼的 你如果呢 有機會聽到這條頻道之後 就回去給黃元山聽一下 就看看他呢 自己是否殘虛 就是怎樣統率這個香港 最重要的部門就是 你做智囊的領導 是不是 那那些智囊在做什麼的 這麼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現在穩定 穩定軍心 令到香港你繼續可以值得投資 那數個人看才可以的 我們就憑空地想 都知道這個接觸是怎樣的 那你黃元山就在那裡想著這個 approach 是不是 想著應該做這些事情給個老闆 出來說呢 立刻說 啊 為什麼這個呢 做開制服部隊的領導 為什麼會懂這些東西呢 這樣 是不是 懂得去教他 還怎麼說 十幾分鐘而已 就是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獻醜 我們這麼微薄 只是用我們有限的知識 都想到怎樣去化解這個大的 這個大的 那個變化啦 這樣 引用了一些 人家可以的那些 企業化的那些銀行 怎樣去做事去 去應變那個時局 所以為什麼 那些銀行長做長有呢 是不是 就是這樣呢 才能夠令到現在 那個香港能夠穩定下來 然後才在 就是後運動之後呢 真是一步步呢 大家一起去做回 建立自己香港的經濟一個城市 多謝大家 聽我呢 說了一輪 希望大家呢 支持追新聞的頻道 支持他們那個 Patreon頻道呢 小小的支持對他們大大的意義 多謝大家 拜拜 追新聞YouTube會籍開了啦 歡迎加入會員 撐起追新聞 多謝大家支持